2月12日 本源量子的四台中国造量子计算机 在安徽合肥首次向中国公民免费开放参观 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位观众 零距离了解现实版《流浪地球2》中的量子计算机 MOS的雏形 《流浪地球2》那个时间轴是从2040年之后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开始 量子计算已经颠覆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 包括像它能控制大量的无人机 控制我们的地球的这个推动地球跑的这个发动机 包括像数字生命这样一些问题 这里面都是提到了用量子计算机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可以看到量子计算机在20年后30年后非常强大的一些功能 据了解 随着1946年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 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 目前传统计算机依靠的晶体管已发展至3纳米甚至1纳米 面临着无法再缩小的境地 量子计算机则是一种全新的基于量子理论的计算机 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 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 存储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 同样是量子的一个比特 它可以处在0到1之间的叠加的这个状态上 经典计算机只能处在0或者1的确定状态上 这是它们最底层最本质的不同 也就因为是我们可以处在0到1之间的叠加状态上 所以我们能从编码上天然地实现 并行运算的这样一个能力 使得量子计算机在处理海量数据并行运算 模拟分子原子这些特定的问题上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这个是量子计算和经典计算机最大的不同 据张辉博士介绍 人工智能行业数据量的增长 大概每三个月就会提升一倍 传统计算机每18至24个月才能提升一倍算力 难以支撑该行业对算力的渴求 量子计算机海量数据并行运算 以及它能模拟分子原子电子微观体系下 粒子运动规律的优势 可以助力人工智能金融新材料研制等行业发展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新药 要大概20年30年的时间去研制和开发 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计算工具去模拟这些过程 那未来量子计算机如果能模拟我们的 这个药物的合成的这个过程 我们可能只需要几周的时间就能找到 据了解量子科技发展主要有量子计算 量子通信量子测量三个方向 合肥作为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 是中国较早布局量子科技研发及产业化的城市 已集聚了一批量子科技企业与科技人才 此次量子计算机免费对中国公民开放 是培育和增强公众对量子科技的兴趣感 可为中国未来发现和聚集更多科技人才 为国际量子科技发展储备更多中国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